嗨,我們是小米與花花廚房 如果你也喜歡健康的飲食,收新的餐單 就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 一個星期,原則上我們也有三個健康好主意給大家 糖醋排骨,材料有這些 為什麼糖醋排骨都可以在健康餐單裏呢? 因為我們的煮法和糖分醬油都放得比較少 首先,我們把所有醃料倒進碗裡去醃一下排骨 平時的做法,要不就炸過 要不就把醬汁煮到很濃稠,成為糖醬 我們的做法就不會煮到那麼濃稠 所以,變相排骨就沒有那麼肥 雖然我們瘦身或健康,但也要吃得開心的嘛 我們說可以吃了,今天我們有幾十公斤都不行 我都可以吃了 有時你家裡會說,哎呀,我好客氣了,我好不停 其實呢,你記住 只要你家裡吃,其實你自己有 任意,落地都不會夠,就會出家人家了 所以,其實我們就在家裡 如果你想吃一些開心的東西 有時摸鬼一點的東西,就回家裡就更加不便宜 這個做法是比較平時的方法 我現在要有一點點用的 因為我會炒生它一點點 接著呢,會煎作加水 這些都是呢,要用油煎一煎的 這個呢,整成的東西都要吃了 那我就會拿一煎,一煎,烤荒水 就這樣就可以了 那大概就要多少呢 那這個我會用這個圓 那這是兩瓶的 大概呢,如果我們用一瓶醬油 那一個金色,就是你自己投這個金色 那大概呢 就算是兩花、八樽水 那當然呢,你脫補的時候 可能會有光芥末 加上自己的泡沫和水 水就可以盡量加多一點 這是一瓶水 當中煮飯 用光芥末的水 大家都盡量加多一點 其實煮到水滾 接著拆就可以 這樣做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個知識 其實排骨並不一定吃 如果排骨大家選一些 例如我這一條牌 看到它有肥肉之分 其實瘦的肉是沒有助力的 因為瘦的肉是會提升蛋白質 那時候大家減肥 其實肉不是一程之性 只不過很多時候 肉的煮肉是比較肥 還有排骨經常都燒鹽 生炒骨 甚至乎糖醋排骨 甚至乎糖醋排骨 甚至乎我們廣東人的 煮汁排骨 其實它的醬很鹹和太激 所以令到排骨很低 還有很多有經驗 當然是主要玩黃飛排 大家留意一下飛排 會有些脂肪按住 所以才會令到肥肉 然後我就不介意 比較鹹肥 比較鹹肥的 其實反而吃這個排骨 是瘦的 足夠的 要足夠的反方式 才可以有鹹肥的 好 其實水滾的時候 然後呢 我這個明顯沒有你平常的糖醋排骨 那些顏色那麼漂亮的 因為我的豉油不適 我的糖醋 沒有平常的那麼多 所以我的糖醋排骨 是一定沒有平常的那些那麼漂亮的 但是為了又可以減肥 又可以健康的雞 這個也是一個不常的原因 那我們就蓋上肝 等一等它 哇 十分鐘了 如果第二招你會煮翻熱 在家裡煮翻熱 才放到飯盒的話 那這個水道就是對的了 但是如果你是回去 吃飯之前會翻熱的朋友 就可以煮到方大 那第二招是不需要翻熱 可以直接放到飯盒裡 那我就幫大家 在這裡我就做一個兜濕的版 幾多個冷清晰的價格 如果 你覺得 嘩這個醬汁好正 那我今天就用來拌飯了 那答案是 啊 千萬不要拌 最多呢 這個答案是 一定把飯和醬汁分開 因為這個醬汁 其實是所有的醬汁最美的 好了 看到它開始有很多肥膚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了 看它 記得放涼它 先好放在雪櫃那裡 因為呢 蒸氣這樣焗住的白盒 也會有機會讓白盒再合用 所以記得先放涼它 待會兒見